1842年3月 鸦片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 根据青史资料的记载 青军抓住了几个俘虏 道光帝接到消息 立刻决定进行审问 在广州翻译的帮助下 道光颁下御址 令易经问出了他最想了解的几个问题 维多利亚女王只有22岁年纪的时候 道光吃惊无比 因此他也没有忘记专门询问这位女王 该女主年朴22岁 何以退为一国之主 有无婚代 欺负何名何处人 在该国现居何止 从如今看来 这个问题流传后世 让人觉得夫权可笑 但是从道光的角度来看 就不难理解会如此发问了 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王朝 妇女地位不高 除了唯一一个女皇武则天 也是在60多岁高龄才登基的 因此道光对于英国的继承制度 是难以想象的 他所关心的女王的婚事 倒不是在乎她隐私感情生活 而是独信 女王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或者尸体制成